感受科技与娛樂唯一體的輕鬆悠閒 體驗多倫多唯一的桌面感應遊戲技術 帶給你的各種新鮮KTV遊戲 全新的數碼娛樂理念引領潮流悠閒方式 E&T Karaoke提供你最時尚的私人歡唱空間 地址505 Highway 7 East 地下一層 2話647-996-5211 今天的娛樂CSI又要帶大家回到TVB 雖然不是說陳志雲和駱小姐的事件 很多人都知道陳志雲現在回到TVB做事 駱小姐的地位已經不保 還有傳她11月就會離開TVB 不知道駱小姐會去到邵氏電影 只是幫她老公打工 但大家都知道現在志雲回到TVB當然是說了事 不知話畢竟這套重頭劇又不關不關她的事呢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下年無線即將開拍《針之肉熱》2 之前有傳黎芝也會拍 蔡兆芬也會拍 但到最後全部這些花彈都是推了的 到最後現在戚奇異要找另一位花彈幫手 這位花彈都未必肯的 究竟她是誰呢 跟一切娛樂試一試 由於前一陣TVB在凌晨時分播放《針之肉熱》2 收視都有7點 在TVB高層方面 希望可以開拍《針之肉熱》2 而監製戚奇異都四出找回原班人馬 希望可以炮製《針之肉熱》2 如果大家有看過的話應該知道 原班人馬的意思就是有鄧瑞文、蛇絲晚、黎芝和張可兒 大家在想黎芝會不會復出呢 其實機會真的非常之美 所以大家都不想黎芝就可以拍《針之肉熱》2 跟著就是鄧瑞文 但鄧瑞文現在忙在國內拍電視劇集 之前亦都說過要拍《根國Q紅3》 所以鄧瑞文都遲演《針之肉熱》2 剩下的只有蛇絲晚和張可兒 但前一陣子連張可兒都推了這部劇 《針之肉》2就在想一定要加個花彈 不如加蔡少芬 誰知蔡少芬亦都因為要臭女兒 所以亦都推了這部劇 這部劇之前的花彈不是要臭女兒 而是要北上發展 所以搞到《針之肉》真的想不到有什麼人可以做 其實TVB中也有很多花彈 六小姐亦都提議加入胡幸宜和陳法拉 但雖然是這樣 《釋其義》就比較喜歡用一些有演技有樣貌的花彈 所以她想了很久 讓她想到了 她希望郭凱瑞可以回來飾演一角 但亦都有大家想到 郭凱瑞都剛剛生了個女兒 女兒只有兩歲 她肯不肯回來幫忙呢 自從09年郭凱瑞生了個女兒之後 已經飾演了 由於她老公的林文龍經常要北上去拍劇 所以只剩下她和工人去照女兒 所以現在接工作都是喜歡接一兩天 很少想拍電視劇集 不過《釋其而》 今次發現有這麼多花彈不可以拍 她真的要找個人坐陣 所以她就用七萬元一集去利誘郭凱瑞 出來拍《金之玉劇2》 之前郭凱瑞拍《富貴門》的時候 都是五萬元一集 現在是七萬元一集 希望可以打動到郭凱瑞 也很多人知道郭凱瑞 其實就是這麼多年來都沒拿過事後 她自己都有點耿耿於懷 她說對她來說是一個遺憾 今次能夠拍《金之玉劇2》 絕對有可能問頂這個影后 所以大家都在想 她會不會出來拍這套電視劇 就著這件事 一群記者打電話找郭凱瑞 郭凱瑞都說TVB的確有聯絡她 她首先非常感謝TVB找她 不過她說現在真的 臭女兒是最緊要的 因為老公經常不在香港 她都擔心工人搞不定 她說錢真的不是最重要 最緊要都是看劇本 還有是否真的可以遷就時間 她說因為在TVB拍劇 其實都蠻辛苦的 除此之外她知道要拍《金之玉劇2》 應該是有外景的 她自己就不是很捨得 離開這個香港就離開她的女兒這麼久 所以她都說其實有很多的因素都還要看著 所以現在都還在聊著 都是在想著的階段 如果郭凱瑞都不肯拍的話 我想阿斥監製 真的要想想還有什麼演員 可以幫她拍《金之玉劇2》 或者真的可能開拍不成 我們這麼久 是時候白鑽公投 今天白鑽公投的題目想問一下你 你最想加入哪個女演員去拍《金之玉劇2》 問她將你的意見 去到白鑽娛樂和網站 KQ討論區將你的意見發表 基本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